北京时间10月1日,德罗赛来了新赛季战胜安东尼奥马次的首秀,最终,德罗赛在28分钟的出场时间,利六中三凯下7分2来202助攻,结束首秀,效率直排在马次首发第一,加时,德罗赛是幸运的的,因为首场比赛,德罗赛就用自己的时间, 表现证明了马次定率的准确性,来到马次效率都会变高,职业生涯的前9年,德罗赛的命中率近44.8%,他的节奏性突破和被打,注定了他的效率不会持续很高,新赛季在马次,德罗赛职业生涯单赛季命中率超过50%,也并不是没有可能,此前最高49.8%,当然,详细提到马次定率, 谁都会想到他有一个负面影响,来到马次数据都会缩水,登场,马次得分最高的,鲁迪盖伊,拿下13分,六中五也是效率的缘故,德罗赛的得分什么水平,在全队出场时间相近的球员当中,德罗赛倒数,而首发也排在第四位。 当初,德罗赛被交易到马次的时候,很多人都觉得德罗赛虽然被猛龙为悲心意交易,但他也是幸运的,毕竟他遇到了波波维奇,而伦纳德,虽然最终在和马次的不信任关系中解脱,但毕竟被发配出国,来到一个他本不想象力的球队。 不过,现在看来,也许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,西部如今的竞争态势,按照马次现有的阵容和实力是很难夺冠的,猛龙虽然在联盟整体实力上排不上顶,即,至少在竞争态势相对屈弱的东部,猛龙绝对有对总决赛的一顿之力,新赛季,詹姆斯离开东部,如果德罗赛还在东部,那才是最幸运的。 另外,德罗赛现在在马次必须参加团队篮球了,将摸马次,德罗赛等于和那个有无限开火拳单打的时代说再见了。 上赛季,德罗赛还在对阵雄鹿的比赛,中场上升远新高到52分,打破猛龙队时得分纪录,如今呢,总冠军没戏,50加也没戏了,马次守秀过后,德罗赛想走的心应该都有了吧。